明珠 我們是很熟了 我們默契很好就是 我都是用投手的角度出發 他都是用捕手的角度出發 默契好的是 我可以講出我投手在面對比賽的感受 他可以講出他捕手角度 看出去的角度 當出現雙方都有想法的時候 那就可以去找出如何正確告訴選手 我們球隊要走哪個方向 他就比較穩的嘛 就是因為他計畫啦 或者是規劃啦 或者是穩書的那種能力比較好 我確實在拿筆在做事情是比較弱的 但我有我的想法 但是要轉換成文字 或轉換成是一個完整性的時候 需要一個人 還是需要一個人幫我去整合啦 我比較感謝還是志剛跟阿廣教練 跟玉成教練啦 因為近期我接的時候 一個是幫我在手臂方面去排解 投入很多時間去訓練的手臂教練嘛 那個玉成教練也跟我討論說 我們以往球隊攻擊 就屬於比較高三陣率的一個球隊 那我也希望他是不是可以今年 在三陣率跟三陣比例 跟三陣率是不是減少 如果我們要出局的話 也要有一點貢獻的方法 志剛就是幫我整合球隊的一些 投打手的一些練習 跟一些比賽的一個人和的整合啦 那我只是講出我的想法 但他們都可以幫我去安排到 目前為止都可以安排到 很好的一個很明確讓學長知道 是教練團給你們的任務在哪裡 這是我比較弱的 那也很慶幸他們是願意幫助我的 東猛那次經驗是讓我感受很多 很好的一個經驗啦 因為我也第一次主宰球隊的投手教練 然後也第一次去跟林總教練他相處 但他帶隊也讓我感受到說 他是我遇過的教練裡面 也是不一樣型態的一個教練 那也讓我啟發說 如果我帶隊的想法是不是有很多的想法 因為早期我們大家知道 我們這一批的選手就是 呂文森教練在帶的想法嘛 然後慢慢演變到後面 有幾個外籍的日籍的 或者是郭總教練 或是阿倫維總教練 或是黃岡宇總教練 他們都是有他們的風格在 但我遇到東猛是不一樣球隊的風格 讓我去感受原來桃園球隊 他們近幾年會那麼強啊 或近幾年會那麼好的成績 其實有他的道理在 因為我去感受他們的教練團 其實他們的教練團是花很多時間在選手身上 所以那次的敬畏讓我很得到很多的收穫 就是如何運用我們手上可以運作的球員 你如果安排你的球員都是在比賽中 做出最好的調整跟做出最好的下場機會 因為那個機會是你不了解這個選手的個性啊 你也不了解他的投球習性 但你又要用很平均 大家都有出賽的時間去出賽 那是有點困難的 那你還要讓球隊處於在前段 跟其他球隊有對抗的能力 但是要花很多時間去了解每個選手 不只我會去了解投手 林總教練他也去了解投手 他也會給我以他的角度去看投手 怎麼去出賽怎麼去安排會比較好 讓我知道說其實我是投手教練 如果總教練給我的指示是什麼 我怎麼去跟他去磨合 雙方展現出來的球賽都是可以維持 是一個很平穩的一個球隊的 那個經驗是很寶貴的經驗 但希望我現在的角色也是變成總教的角色 也希望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去帶領我的教練短代我的選手 大家都是可以互補互信的在秉持的球隊 是高有競爭力的 我也曾經跟公司講過 這只是一個你付出我一個總教練的職務 但是我在球場上我在這個團隊裡面 我的個性裡面我會想說 我們彼此都只是一個朋友 或者是一個互相可以去了解的一個角色 我不希望我帶領我的球隊 好像變成你是總教練 我看到你就要服服貼貼的 我認為是你有什麼心理的話 沒有辦法解決我可以幫你解決 或者是我幫你調整 或者是我幫你運用的方式 或是你有哪些不舒服或有哪些看法 你也可以提出來 讓我知道說我做的方式 對你有什麼困難 或是我做的方式對你有什麼好處 那我們從中從了解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去整合 每個人都可以互補的狀態之下去比賽 最愛的一年 我可以找一個圓箱 我可以找個圓箱 我可以找個圓箱 我可以找一個圓箱 我可以找一個圓箱 感谢观看